男下属看着美女上司的大长腿惊掉了下巴 被真子发现后直接用脚踹了过去 齐腾强忍得疼痛爬了出来 真子一脚踩在他的旁边 风光无限的美景立马让齐腾不敢直视 真子说他是个单纯的小男孩 风景看完再不好好工作那就难办了 为此他还拍照留下了证据 随后真子安排齐腾前往审查部实习 并让他找出裁掉责任部长赖灯的理由 齐腾被恶魔女上司每天折磨得心不在焉 刚来到部门就将文件夹弄掉在了地上 部长看到后急忙跑过来帮他捡起 并嘱咐他拿出诚意好好对待每一位客户 他认为部长性格温和 深受下属的信赖 工作也非常认真 本来是可以继续往上做管理层的 但因为他喜欢一线工作 所以一直待在现在的职位上 真的完全想不到裁员的理由 就连身体检查他都会忘记 他害怕自己离开这里 整个部门就运作不起来 齐腾认为部长极优秀又为下属着想 他想放弃这次的调查 真子却让他继续追查到底 实习结束之前必须拿出结果 第二天真子便把部长叫到了办公室 并让他主动提出辞职 部长一听哈哈大笑 认为真子是在开玩笑 就在他转身离开时真子叫住了他 说他必须离开这家公司 部长表示自己从入职以来一直勤勤恳恳 就算开除他总得说出理由吧 真子立马拿出一张照片 说他勾结黑帮势力 并且还违规报销保险费用 这张照片就是证据 眼看没有退路 他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 直接架在了齐藤的脖子上 对于把工作势如生命的人 他无法接受这一切 他苦苦哀求真子放过自己 但真子并不为所动 就在他举起刀子准备下手时 真子迅速将手中的钢笔扔到了齐藤的头上 趁着这个间隙 他伸出两米多的大长腿 直接对着头部重重一击 部长阴生倒地晕死过去 众人见状一阵惊慌 纷纷要求拨打急救电话 真子却淡定自若地表示 人体有361个穴位 他只是点了头部的一个穴位 30分钟后他便会苏醒过来 醒来之后就让他写次执行 回家静养的部长终于明白了真子的用途 医生说他血压不正常 要是还继续在公司里工作 可能就活不长了 辞职对他来说也是件好事 回到公司后齐藤又被拍往宣传部门 本以为又要去裁员 没想到这次只是让他去那里好好享受实习 齐藤认为这个女人绝对不会这么好心 他肯定在打着什么算盘